拜登在外交方面也被说是一团乱 比如说俄军部署了十万军队 在乌克兰边界引发了各界很关切 拜登说他猜测到 普丁总统会下令军队进入了乌克兰 但是如果俄国真的全面入侵的话 他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俄国企业赚不到美元 但是俄军可是从头到尾都是否认 要进攻 要入侵乌克兰的 我们来看看其实拜登去年的时候 有跟普丁两次的会谈 他说很有可能会第三次跟普丁举行高峰会 拜登很担忧所谓的乌克兰情势会失控 他觉得普丁正在试探西方国家领袖的反应 而美国还有盟友会判断怎么样对俄罗斯的举动 拜登说他跟幕僚要延你一旦俄国入侵的话 美国会采取的所谓经济制裁的手段 拜登还说这个关键了 他说这个所谓的小规模入侵只会是引起较小的反应 小规模入侵只会引起较小的反应 此话一出就引发了乌克兰官员很震惊 认为你拜登行同是帮普丁开了绿灯吗 更让人怀疑你拜登是不是真的希望乌克兰开战 救救自己的民调吗 您觉得拜登有可能真的希望乌克兰开战吗 去来挽救自己低迷的民调吗 我们来聊天室写下您的看法 记得多留言以及按赞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就职周年演讲 针对俄罗斯集结12万大军在乌克兰边境 发出重大警告 拜登随后话风一转语出惊人 CN报道拜登这番话形同帮俄罗斯总统普丁 入侵乌克兰打开绿灯 而这番言论也随即引发乌克兰政府紧张错愕 乌克兰官员告诉CN 拜登竟然将短暂入侵和侵略 区分为两件事 暗示俄罗斯小规模的入侵不会遭到制裁 尽管白宫发言人事后赶紧对拜登的发言 补充说明强调美国立场没有动摇 但在乌克兰边境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 拜登的矛盾发言已经种下祸根 专家指出美国跟北约之间产生分裂已经越来越明显 因为普丁跟拜登一对一的互动让欧盟极度不安 认为攸关欧洲的区域安全问题竟然排除欧盟各国的参与意见 进而对美国产生不满 拜登抓住这个机会主动给俄罗斯留退路 看起来像是在示弱 但实际上也有专家分析 拜登挑起战火另有目的 因为俄罗斯如果真的入侵乌克兰 势必引发国际踏伐 成为各国指责对象 也意味着全世界就有共同敌人 届时拜登施政能力将被模糊焦点 或许就有机会挽救民调 进而赢得今年的其中选举 记得张力报导 好拜登内外交迫 英国的卫报就特别发文说 这个一周年遇到美国真是尤其惨淡的时刻 美国内政外交都受困了 支持度更是暴跌 民众感到好失望跟愤怒 文章就说民主党政府 在国内进行了许多议程 在国会停滞不前 被自己的党的成员给阻挠 刚刚说的慢轻 还有新冠疫情再次的受挫 而且每天感染人数飙升到了创纪录水平 住院的民众也比大流行期间还要来得多 所以美国政府推动所谓的大企业 疫苗的接种强制令 还被最高法院给驳回了 美国你自己现在还怎么样 通货膨胀 达到40年来的最高点 此外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候 美国进行的外交谈判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拜登还被说你放软了吗 要让乌克兰可能被出卖的感觉了 尤其来看到美国前总统柯林顿的国内政策顾问 叫做高尔斯顿 他特别说 他强调说当政府辜负人民的期望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了 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子 完美出色的对抗疫情的时候 美国的政府现在 比如说之前是希望在2021年的7月 就能够脱离病毒而且独立 但现在就看到之前的 比如说Delta到现在Omicron的疫情 就证明了目标是失败的 而且几个月以来 民主党政府的支持率 一直都在40%左右在徘徊 平均支持率是大概42% 尤其来看到另外一个相关的研究 就是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上周民调就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到33%了 令人震惊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真的不能够排除 拜登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借由乌克兰开战 来救自己的低迷民调吗 其实我觉得乌克兰的问题 还是真的要担心 因为今天美国要选举 那你去想 拜登现在是毫无胜算 几乎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他年底必败 那通常美国总统只要内政搞不定 然后民调很低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要透过对外行动来拉民调 这历来都是如此 所以你认为拜登 他们不会在乌克兰上面做文章吗 这很难讲 比如说如果他设定的冲突是在顿巴斯 那他可以在顿巴斯制造一个危机事件 这可能性是有的 他可以说是俄罗斯特工 就是我们讲的假期事件 假期到底是哪边搞到的时候都说不清楚 坦白讲 盧沟桥事变当年也是 然后很多这种事情 比如说美国在越南搞东京湾事件也是 那个都是隔了很多年才知道真相 可是这个对拜登是不是有用 就说如果他目前这样看 真的下去民主党会全输 参议院也会输 众议院也会输 那你要不要制造一个外交危机 然后让美国人民团结一下 我说这个团结在他的领导的旗子下 我觉得这个不能排除 美国被说国际号召力不足 所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被说根本是自打脸 但你觉得美国有可能会破坏 或抹黑北京冬奥吗 也来聊天室写下您的看法 现在看到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局长 纳雷舍金 他特别点出来一个问题 说俄罗斯其实有掌握说 美国还有他的盟友 会针对北京冬奥会 开展抹黑行动的讯息 他也特别说关于美国 还有他最令人讨厌 最顺从的盟友 要发起一场恶意的干扰 北京冬奥会筹备的事宜 大规模行动 我们已经掌握到了 好大量的讯息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妄图要诋毁 抹黑北京冬奥会的组织方 在这场行动当中 比如说来看到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 发挥了主要的功用 国务院 待会我还会再说一次 另外他说 协调他们控制下的 所谓非政府组织跟媒体 在围绕奥运的话题上 所有反中的活动 另外他还补充说 说实在 我们对于这种做法当中 没有看到任何的心意 因为他提到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的前夕 对俄罗斯心怀不满的那些人 也是用这一招的 他强调说 所谓的外交抵制 北京冬奥会的想法呢 其实在本质上没有意义了 这完全违背 就是奥林批克运动的精神 还有体育跟政治无关的 运动选手座右铭 对此来看到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赵立坚就说 破坏抹黑北京冬奥会的做法 不符合国际社会主流民意 注定是不得人心 更不会得逞 破坏抹黑北京冬奥会的做法 损害各国运动员利益 和国际奥林匹克事业 完全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更不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民意 这一做法不仅非常狭隘 也是完全错误的 注定不得人心 更不会得逞 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 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有信心通过举办 此次冬奥会 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团结 信心和正能量 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有警告说 掌握美国破坏 跟抹黑北京冬奥会的讯息 这时候就来看到 国际特赦组织 甚至就警告 说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 大陆将北京冬奥会 当成是体育洗白机会 居然是这样说 体育就体育 还说体育洗白机会 还说必须要避免 共谋进行的所谓的 政治宣传行动 那您觉得 国际特赦组织的说法 有道理吗 也来聊天室一起互动 另外再来看到 加拿大媒体还特别说 冬奥官方手机的APP 存在安全性的漏洞 加拿大的环球邮报 有报道说 北京冬奥会官方发布的 还有要求所有参赛人员 使用的我的2022手机的APP 存在安全的漏洞 对此大陆的 驻加拿大大使馆有说 这个所谓的报道 是歪曲事实的 毫无根据的 而且关于网络安全的担忧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体育就体育 体育就本来应该跟政治切开的 但是美国操作外交抵制 就被说让体育沾惹了政治 大陆驻美国大使馆的公使 警权 就特别说中美是奥运的大国 而且其实也怎么样 在发挥了难以替代 成就历史的作用 就是比如说当年的乒乓外交 那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会促进中美两国人文的交流 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警觉就特别说 北京冬奥会的口号 是一起向未来 意味着我们要发展进步 和平团结 合作共赢 体育竞技和交流 见证了中美跨越意义的形态 还有社会制度的差异 走到一起的历史 也蕴含了中美能够在 相互尊重的良性竞争当中 追求卓越 共同进步的启程 但是美国你是说一套做一套吧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员 赵立坚就证实了 中国大陆已经为46名的 美国政府官员发布了签证 以便于北京冬奥会期间 复华的工作 这些美国官员 大多是来自于什么呢 美国国务院 刚刚是不是有说 俄罗斯掌握的情资 就是美国国务院 在搞这些破坏冬奥的 现在有46位的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要来中国大陆了 很巧吗 不知道 另外他说 这是美国去年12月 信誓旦旦向全球宣布 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是不是形成了强烈对比吗 中方已经向美方 由政府官员 组成的团队 部分成员 审发了 相应签证 美国来华参加 北京冬奥会团队中 包括大量 美国国务院 等政府部门官员 很多官员 还持 外交护照 或公务护照 关于你 所说的 美方 为 外交官 和官员 申请签证 与美方 此前声称 不派官方 或外交代表 出席 北京冬奥会 是否矛盾 我想 关于这个问题 你应该 去问美方 美国政治人物 炒作新疆议题 这股风潮 居然还吹到了NBA 比如说NBA 荆州勇士队 老板之一的 帕里 哈皮 蒂亚 他说 我不关心 大陆的人权问题 我认为 我们自己有责任 先解决 美国自己的问题 然后再告诉别人 他们应该如何 治理他们的国家 意思就是 美国你要不要 先管好自己的人权问题 再插手他人的事物 您觉得 他说有道理吗 我们也来一起互动一下 而且来看到 其实帕里 哈皮蒂亚 他是在节目当中 all in 讨论当中 有特别说 他不关心 新疆的人权问题 在节目当中 主持人 其实就先提到说 美国总统拜登 比如说在 新疆人权议题上 强硬的表态 那这些做法 没有提升 拜登的民意支持度 那结果 帕里 哈皮蒂亚 说 没有人在乎 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提起这个意见 是因为你在乎 我觉得你很棒 但是我们剩下来的人 都不在乎 他接着说 我就是告诉你一个 非常困难丑陋的真相 在我关心的所有事情当中 新疆人权不在我关注的范围内 他特别说 美国你自己对待 有色人种的问题上 有着严重 糟糕的记录 因此批判另外一个国家 是否涉嫌到了侵犯人权 是一种虚伪的行为 他说 我认为 对我来说 美国的人权 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权 还要来的重要的多 他说 如果你想谈论 其他国家的人权 我们有责任 首先解决好 美国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的说法打脸了美国的政治正确 好多人开始对他出征了 比如说 最近很爱针对大陆开刀的 美国NBA波士顿 塞尔提克队的球星坎特 他就在推特上 痛骂了帕里皮亚蒂亚 他就说 这是无耻的 他说 当NBA大谈代表 所谓正义的时候 别忘了 像帕里哈皮蒂亚 这样的人 正在为金钱跟生意 出卖了自己灵魂 放任中共对维族人 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美国也要拿出来 前驻纽约大使借文集就说 坎特你球打得不怎么样 但是却经常发表政治评论 金钟勇士对老板的说法 其实重点是希望 NBA不要干涉政治 维吾尔这个美国炮制出来 这一个维吾尔的道具 缺乏事实根据 而且很多人都指出来 他这个一起在跟着起哄的 都是一些这个 美国的一些附水组织 没有去过新疆的 就在这个断章取悠 收集几个几个就开始 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 政治运动 那其实他是 其实是服务美国的这个 就是要遏制中国大会 崛起的战略的 所以就是说凭空捏造出一个 一个世纪大谎言 那当然很多人很清楚了 这个老板 老板他其实他是 他的背景也蛮有趣的 他是斯里兰卡仪的 这个加拿大人 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了加拿大 然后后来他变成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 高科技的一个高阶经理 他父亲也是这个 斯里兰卡的外交官 不过他也等于说 对照了美国现在有一个 NBA一个球员 这个球员叫Kenter 他其实是土耳其一的 他是另外一个队 是Boston Celtic队的这个中锋 球不打得怎么样 也已经到了最后尾声 他的这个签的约 价值越来越低 这一位这个Kenter 事实上他是这个 在瑞士出生的土耳其人 他还有土耳其护照 可是呢这位打球的 球打不好呢 很喜欢搞政治 他在这个十七八年前 就加入了一个土耳其的教派 那这个教派呢 事实上是跟土耳其政府作对的 所以他被土耳其 受列为不欢迎人物 而且把他的护照 国际也取消了 那就是这个Kenter 所以Kenter呢 就喜欢干涉政治 他大概也已经 我想他的NBA的生涯 已经到尾声 他等于说就是在这个NBA体系里面 有人大概像他就是讲这一番话 就是对照那些 把政治带到NBA来的人的 这一种澄清 拜登政府执政一周年了 美国大都市的所谓的治安败坏 尤其是美国谋杀犯罪率 已经达到25年来的最高水平了 2021年美国每十万人当中 就发生了6.9起的谋杀案 仅略低于1996年的7.4起 高犯罪率下的所谓的 亚裔社区当然是首当其冲 最近呢纽约发生的华裔女子 秘雪儿被推下地铁站 而丧命的事件 来看到呢当地的华人跟亚裔社区 都感到很恐慌跟脆弱 2021年呢纽约市发生 亚裔的受习的案件呢 比2020年增加了361% 来看到呢18号晚上的时候 纽约时报的这个广场呢 其实举办了秘雪儿的追悼会 而且同时呼吁拜登政府要重视 华裔族群的艰难处境 电子墙上呢放出了死者 秘雪儿生前的画像 参与者呢唱着柔美的声音和音乐 手捧着蜡烛一起来追悼秘雪儿 他生前呢是四大的会计事务所之一的 德勤担任资深的经理 过去十年更是热衷志工的服务 帮助老人游民等等的弱势团体 没想到最后竟然遭到游民所害 令人发指的是 凶手自首之后毫无回忆 看到镜头还吐蛇做鬼脸 来看到呢是美国企业 很需要中国大陆市场 但是你美国的政治人物呢 不断的炒作仇中啊 逼得美国企业卡在中间 另外呢美国常常拉着呢 盟友围堵中国大陆 像是立陶宛啊 但没想到呢 立陶宛抗中损失了经贸 美国跟欧洲呢都被说你见死不救 只是嘴巴力挺吗 这个时候来看到斯洛维尼亚的总理来 就是杨萨 他扬称说呢要跟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 但此举呢引来了斯洛维尼亚 自己国内跟商界还有政界 发出了批评声浪 斯洛维尼亚来看到中国商务委员会 还说稳定斯中两国的政治关系的重要性 担忧啊自己的所谓总理言论会损害利益 影响到政治和经济 您认为呢斯洛维尼亚真的会一股喜 跟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吗 来聊天室写上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赞 斯洛维尼亚总理杨萨 近期在印度媒体的专访中 发表一番台独言论 结果不但没获得支持 反而引发国内政商界担忧 认为这将影响大陆和私国的经济往来 就连国会中最大的两个反对党都反对 各自发表声明批评 杨萨不只称台湾为民主国家 更宣布要推进和台湾互设贸易办事处 强调私国和台湾应该建立互换代表 对于台湾是否该独立的议题 他也表示支持台湾人民主权决定 此番言论立刻引来北京政府的关注 斯洛维尼亚领导人 公然发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台独的危险言论 我们对此深感震惊 除了大陆外交部之外 国台办也对杨萨的言论发布严正声明 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杨萨应该清楚什么是一个中国原则 应该好好读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联合公报的原文 及斯方重申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杨萨除了试图在外交上承认台湾 更批评北京政府对立陶宛的经济施压 即使私国的外交官员强调 这只是杨萨的个人言论 并不能代表斯洛维尼亚 不过欧盟与大陆的关系 已经因为立陶宛而异常紧张 杨萨这次的表态 势必会加剧欧盟和大陆的紧绷局势 记者刘嘉宇报导 说到抗中 台湾蔡政府计划派副手赖清德 出席宏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 赖清德计划过境美国 并且跟美国进行了接触 还可能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同台出席活动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中国大陆已经表明立场 中国大陆一贯坚决反对 美国或其他跟中国建交的国家 安排这种过境 一贯的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来看到美国围堵大陆常被说 泛化了国家安全 尤其是一直指扣 大陆透过社群软体窃取美国个资 不过现在却传出来 美国官方要求社群软体 协助监控大陆的用户 根据美国福布斯的网站有报导 17号的时候美国企图署 就是DEA 2021年11月要求脸书公司旗下的即时通讯软体 WhatsApp监控7名中国大陆内地还有澳门的用户 在一份刚刚解密的美国政府监控申请审视 官方部门在没有出示任何正当理由的状况之下 居然要求WhatsApp协助监控7名中国大陆跟澳门的用户 那其实美国企图署要求监控大陆用户 可能是跟鸦片类的药物进入美国市场有关系吗 美国围堵大陆更经常是军事的施压 尤其来看到美国又来南海挑衅了吗 中国大陆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田军里空军大校 他说20号美国班福特号导弹驱逐舰 其实没有经过大陆政府的批准 非法闯入了大陆西沙的领海 对此大陆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进行了跟踪监视 并且云移警告驱离 而且表示说美国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大陆的主权和安全 是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一个铁证 强调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的制造者 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中国大陆严正要求美国要停止类似的挑衅行径 来看到中美军事的博弈解放军消息源是说 中国大陆今年将会开始升级旗下最先进的战机 歼20的发动机要缩小 它跟美国F-22战机之间的性能差距 根据南华早报20号报道说 由于歼20采用的是临时的涡扇10C的发动机 因此性能受限 而大陆工程师投入了20年掌握相关技术之后 现在已经安装了新推立项的烹嘴了 而且在美国部署超过100架F-35战机 到日本和南海之后 歼20随即在2017年就入役了中国大陆的空军服役 当时它采用的是俄罗斯制造的发动机 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开始打造自制的 叫做涡扇10C的发动机的歼20 消息人士说中国大陆在检测涡扇15发动机 渴望明年能够完成 一旦检验完成歼20换装成歼20 其实就代表说现有的额制还有陆制的发动机 其实大小跟形状都是一样的 因此不存在技术的问题 东霞王国在15号受到了海底火山喷发的影响 导致两座小岛的房屋几乎全毁 也传出了三个人罹难的消息 通讯中断数据之后 终于在19号恢复了国际通话 随后当地跟外界逐渐恢复联系 灾后的画面也陆续曝光 陆树其实被连根拔起 许多地区都被移为平地 其实美国太空总许有估计 喷发的威力比广岛原子弹爆发威力 还多了500倍以上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国大陆非常高度关注东家受灾的状况 也紧急行动了起来 捷径所要帮助它 比如说大陆红十字会 已经向东家提供了十万美元 紧急人道主义的县会援助 相较于其他 这个所谓的抗中联盟 来看到德国从梅克尔时代 就是务实对华 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 好久不见了 对不对 退休之后 他有可能会转任联合国任职吗 最新消息是他已经婉拒了 恐怕让很多人很失望 对不对 法新社有报道说 联合国消息人是有证实 联合国的秘书长 古特瑞斯邀请梅克尔 领导一个顾问小组 对此梅克尔的办公室 已经发表声明表示说 梅克尔上周的确是跟联合国秘书长谈过 婉拒他提供的职务 在结束16年的岁月之后 其实他对于退休的生活 感到很惬意 目前他长期的助手的协助之下 要撰写政治的回忆录 他会在政治回忆录当中 解释他任上的关键政治的决定 而且看起来会不会写到跟中国大陆关心呢 想必很多人都很关心 而且他还会回顾他的人生旅程 梅克的下一步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关注 感谢观看